好,我们再来谈立体制的另外一个做法,就是利用分身的做法 这是一个角色,把这个角色产生一个分身,然后让它又做一个位移 那也就是说,先建立自己的分身 分身建立以后,那我目前是面向滑鼠,所以它设为不反转 涂层移到最下层,然后把颜色色改变 面朝鼠标,因为我想做的效果是滑鼠到哪里,它就到哪里 它的下面的那个涂层会往滑鼠的方向移动几个点 我们目前是移动三个点,然后一秒钟把分身删掉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,我滑鼠在这边,你可以看得到 当我滑鼠下来的时候,它就那个阴影会在下面 这边是在这边,然后会有不断的变化,就是这个 这个立体质它的阴影会朝哪一个方向去做 那这是用图层做 前面这个是静态的,我们前面是讲用静态三个图层去对 那你可以比较好控制它的东西,但是它就缺少了一个变化 那如果你用程式去控制的时候,它就比较好去控制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大小的方式去做外扩 这个就自己去做变化,简单来讲 如果要做立体的效果,基本上是用图层的概念去堆叠,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位移 就会有立体的感觉 小孙子 一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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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旦